貓熊的一年大概是人類的三歲 野生貓熊的平均壽命是15歲 而飼養貓熊可以達到30歲以上 在香港海洋公園 有一隻叫做佳佳的36歲貓熊 牠不僅是鎮圓之寶 更也相當於人類100歲的高齡 即將打破金氏世界紀錄 香港海洋公園裡 貓熊佳佳已年屆36歲 即將打破世界紀錄 目前世界紀錄是武漢的都督 1999年去世時為37歲 佳佳原是居住在中國四川省 在1999年和另一隻貓熊安安 以慶祝回歸兩年作為禮物送給香港 佳佳在野外被捕獲 所以確切的出生日無人知道 但每年夏天動物園都會為牠慶祝生日 今年夏天生日過完 香港也將為牠申請 最長寿貓熊的金氏世界紀錄 佳佳目前體重80公斤 雖然有些小毛病 但身體狀況仍算健康 甚至還能玩玩具呢 和佳佳一起到香港的安安現年28歲 當安安在園內工人觀賞時 佳佳通常都留在屋內享受她的特製大餐 海洋公園首席授醫師說 佳佳其實已經從鬼門關來回許多次 總是能夠堅強地渡過難關 我來這裡認識佳佳 她非常愛情 非常甜 但我第一次想到是 可能在我第一年工作時 我必須要跟這個人相處 但其實已經十年了 她已經有幾個高度 她已經有幾個高度 但她一直都能夠返回 大環境的破壞 樹木的爛砍發 貓熊已瀕臨絕種 人類若想保有大自然的生態環境 友善環境 回歸自然才是永續之路